看見遠景臨庭路邊 竟然走過去連身挑釁 講話顛三倒四 不斷胡言亂語 明明是自己先搭話 又說警察找麻煩 雞同鴨講近五分鐘 不只嗆聲 還不讓遠景離開 你們不是很喜歡吹 你給我騎嘛 你不敢就回家 為什麼要給你 你不敢嘛 不斷吵著要酒車 又說要騎警用機車 大半夜大吼大叫 吵得附近居民怎麼休息 有人在喊這樣子 好像酒醉的人就喊 然後我只看到 兩個檢查怎麼一直在那邊 大家吼一下 13號凌晨 警方巡邏行進新北市 土城京城路上 看見一輛機車鑰匙沒拔 一查車牌才發現已經註銷 當時兩名員警 林婷在這等車主到場 沒想到就遇上一名男子 全身走氣 不只出言挑釁 甚至還拿起手機錄影 最後實在講不通 警方才會果斷 騎車到對面繼續等待 可能連他自己酒醒了 也不只做了如此脫序舉動 警方內心回應 換來的結果 就是更加變本加厲 雖然沒有要罰辦這名男子 但也不想再耗下去 換個地方等車主才結束這場鬧劇 地圓新聞原日聲音 身份心碑 採訪報道